吃了半个月中餐的俄罗斯娘家人 表示不想回俄罗斯了 只要能留在中国 顿顿吃生中国菜 让干啥都行 你瞅瞅摸人精老丈母娘干啥呢 那吃完饭 麻留着自觉去厨房 刷快的洗碗 老爷就负责打扫尾声 人爷俩配合的可好了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都敢对灯发誓 那真不是我虐待外国客人呢 那纯纯是这帮小老外 在咱们这待时间长了 天天又吃又喝的 可能是怕我撵他们走 那是真留虚真上太多 为了这口伙食饭 那不光是干活做家务 甚至老爷还主动上交了伙食费 家人们你们说这钱 我是收还是不得不收呢 毕竟是人老人家一份心意 说到这肯定你们也好奇 我这是天天给做啥吃了 给小老外缠这样 其实也没啥 每天的早餐都是 吃了三天肉夹馍 吃了三天米饭靶子肉 又吃了三天沙县小吃 又吃了三天油条豆浆 又吃了两顿酸菜排骨米饭 什么淮南牛肉汤 羊汤 小笼包 大包子 那根本不带重样的 所以其实不用我说 你们也看出来了 这都不是我做的 只要外卖 那分分钟就搞定了 而且大家都知道 那俄罗斯的外卖 那是出了名的卖 你要是不提前 两三个小时订外卖 等餐到家了 你都饿晕了 因为那俄罗斯人送外卖 那是相当俄系 外卖小哥做地 的相当俄传 生年轻人 这位相当俄的 优惠 这位相当俄 优惠 谢谢刘强和那师家 这两个孩子 让咱们成为一家 这就是咱们的缘分 这就是咱们的缘分 尤其今年是您二老弟 现在47年 能在我们中国过 很高兴 非常开心 很高兴 很高兴 十多年 十多年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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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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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唱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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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